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,新北市中核区新生街某项弄于30日晚间7时许传出爆炸声响,28岁女性男子朝住街边的咸苏鸡滩投掷器榴弹,当场引发祸事,索性当时咸苏鸡滩软性老板娘不在,现场也没有顾客,为造成人员伤亡。 警方调查,原来吕某的母亲是嫌苏鸡滩上一任持有人,吕某不满母亲卖给软女,因儿头汽油弹泄分,新生街附近多半是餐饮摊商,一到晚上用餐时间,总是车水马龙。 警方表示,当时吕某拿住米酒瓶装住汽油,以卫生纸作为引信,一到现场就朝贤苏鸡滩丢,索性引信掉出,但仍碰到流出的汽油,虽未爆炸弹也引发祸事,一旁采券行牵住民众见状赶紧吃灭火器将祸事扑灭并报警,警方或报赶底,顺利将并未逃远的吕某带回派出所侦讯。 吕某向警工称,她母亲是摊子上一任持游者,她也在摊子帮忙,经营了四年多,实在是不满妈妈将摊子卖给外配,加上她自称有服用抗忧郁药物,精神状况不稳,所以丢汽油弹泄分,附近邻居则表示,吕某刚开始有帮妈妈的忙,会协助雇摊,但近两年越来越少出现,几乎都是吕某一个人。 应该是太累才顶让。 讯后,警方依公共危险罪,恐吓,损罪,将吕某一送法办。